Produce 48 第一集就有人情商掉线,但是依旧疯狂安利。 Produce 48 最近正式开播了,这次的主题是全球化。 与第一季第二季不同,这次由Produce 101 与 AKB48 共同打造。 最终从日韩各48名选手中,选出12人组成女团在日韩两国出道。 P 第两季都取得了很大的成功,第二季出道组合Warner One现在还在活动中,可以说是目前韩国最红的男团。 所以这一季还是十分值得期待的。 由于两国文化不同,对偶像的要求也不同,就已经播放的第一季来看,日韩两国参赛选手的实力相差还是挺大的。 韩国的妹子大多经过了系统的培训,而日本的偶像要求主要是可爱给人带来快乐,所以唱跳实力大多并不好,第一集中分班几乎都在CF班。 小编已经做好了日本妹子们要被虐的准备,但是这对于他们来说应该也是一个很好的成长机会。 日本选手中,关注度最高的应该就是小樱花公鞋笑良,她也是这次主题曲的C位。 韩国选手中,安佑真由于拍过广告和MV再加上甜美的长相,话题度在韩国很高。 是Starship的练习生,一个03出生的妹子。 在她第一集出场后,颜值受到的猛夸,但是其中有人说了这两句。 虽然我没有追过第一集,因为知道的时候已经解散了。 但是在节目中直接这么说,明显情商掉线了吧。 这一集韩国妹子大多数是甜美可爱风。 日本妹子软软的,也特别甜。 所以疯狂安利这个节目,这也是偶像练习生和创造101的原版节目。 并且韩国不管在投票机制还是节目制作上都已经十分成熟。 最后将丹尼尔是比辛拉。参考来源。